美林村阿伯遇襲後身亡案 警方已涉嫌誤殺 拘捕一名年約30歲患有中度致障的男人 其後獲撤銷控罪 被捕男人的家人召開記者會 不滿警方未有考慮致障人士溝通有障礙 提出不在場證據後仍然將他拘留 要求警方為事件道歉 陳嘉鴻報道 警方今個月2日拘捕一名30歲姓歐的男人 押他回美田村的御所調查 帶走一批植物 警方之後落案控告他誤殺 說他涉嫌在上個月13日晚 在美林村南球場 向一名老庸司襲致死的案件有關 扣留近50個小時後獲准保釋 7日回警署報道的時候獲撤銷控罪 被指是疑犯的男人 本身有自閉症和中度致障 他的家人在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 家人說就算證明案發的時候 事主在屯門院寫 但是警方都沒有理會 他當時很肯定是在他的院寫生活中 他們也已經拿了很多資料和證據 但是他還未可以釋放他 警方向他們解釋是因為被捕的時候 事主承認了控罪 警察在街上拘捕我弟弟時 所以一切的答問 警察的一切問和弟弟的一切作答 都不可以作為作實 但是警察在拘捕之後 用紙筆的保錄口供裡面就說 我弟弟在被捕時的答案裡面 已經承認控罪 他們形容全家人的心理壓力都很大 尤其是事主的媽媽是時候心力交稅 他們要求警方就事件道歉 也不排除會向投訴警察課投訴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沒有評論 警方處理有沒有做錯 接連拉罪人會不會道歉 我相信所有的案件 警方都會以本著 專業精神適當地處理 警察公共關係科 也沒有就事件回應 NOW TV記者陳嘉煌報導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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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